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明白啊 我也不明白啊 正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刚才替尤夫人摸过骨头了 都没得生了 所以要生了儿子 那秘方也没用啊 对不对 老吻婆 你有没有摸错啊 是 是 要不你再摸摸 摸进入一点 是 是 相公 原来是我不好 我对不起祖先 相公 干脆你纳妾吧 你真傻 生不成孩子是我们的是吗 什么时候轮到他说话了 就算他说我白子千孙 我们骗不生 他又拿我怎么样呢 这你就说错了 我呀生孩子比你吃饭多 大肚子比你吃盐多 我绝对不会搞错的 如果你们尤家不想断子绝孙呢 就快去物色个小妾吧 我尤念父绝不会为了生孩子而娶第二个女人的 相公 你不要这么倔了 祖先会怪我们的 做人最重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嘛 就算死去的爹和娘没碗缠着我 我也不会动摇的 相公啊 你还撒什么叫啊 我们走吧 大姐 这种三姑六婆怎么靠得住呢 实在令我太失望了 怎么怪奇我来了呢 跟你开玩笑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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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们不是要生孩子的秘方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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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姑啊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因为呢 这张生孩子的秘方 我祖先说不能给外人 所以 我就胡说了 随便找个借口 不好意思啊 哦 刚才你说影经没得生 是你乱说的 嗯 笑了 我的秘方在这儿 来 谢谢 谢谢 你们要好好的参想啊 我祝你们白字千孙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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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生孩子了 我可以当爹了 恭喜你 舅舅 恭喜你 舅舅 赶快回去 赶快回去 亲家母 你找猪托沙啊 猪托沙很难找的 正所谓千金难买猪托沙 有这句话吗 那 所以说你见识浅呢 亲家 到底猪托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问题呢 别人就回答不了你了 那 其实猪托沙呢 就是指这儿 啊 猪乳房 是指啊 猪的腰部弯了的老母猪啊 她的乳房啊 大得挨着地 拖着沙的猪托沙了 还难找的 既有母猪够老 还有有奶才行 啊 亲家 这样这么看 您应该有办法找到的啊 是啊是啊 哎呀 你放心吧 关于猪的事啊 我相公一定搞得定 哎呀 那就好了 可是呢 最近我有口怨气咽不下呀 你说我怎么帮啊 嘿嘿 十大川 你不会这么小见啊 对不对 你说我会不会呢啊 帮你挖井 让你喝水 在皇上面前 称赞你 我会不会 啊 亲家 啊 常言道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不要跟阿富一般见识了 是是 本来的我们是庆舅方方你也无所谓 啊 这样吧 你说服我呢 啊 说出五个理由我服了 我就帮您 啊 哎呀 这太容易了 啊 亲家你这个人呢 胸襟比他宽广 啊 还有啊 你见识比他多了 啊 还有就是 你人呢 比他长得英俊 啊 哈哈哈哈 你不用这样吧 啊 啊 你闭嘴 啊 哎呀 说得好 说得好 接着说 哎 还有呢 啊 你又有儿子又有女儿 还有孙子呢 哎呀 她啊 连蛋都没有下一个 那你是不是比他幸福啊 哈哈哈哈 你比他成功 你应该帮他 对不对啊 哈哈哈哈 说得好 说得好 你姐姐都在这儿臭你啊 哎呀 真是 舒服多了 啊 啊 亲家 那你应该帮我们找猪脱上了 对不对 喂 我说我舒服多了 并不是我这气消了 喂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很简单啊 帮我真杯茶就行喽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来来来 喝茶喝茶 哎 就这样 没什么诚意啊 是啊 喂 正所谓男人膝下有黄金 要我给你下跪 你醒了别醒啊 哦 其实我这人没什么啊 你倒立给我真杯茶就算喽 啊 不行啊 不要勉强啊 勉强没幸福 反正有为黄冰也是一死 我就忍他一次 好 我倒立给你真茶没问题 可是你要是找不到猪脱纱又怎么样 我十大川是一言九鼎 找不到我的人脱纱 你说的 温度适合了 哇 好 喂 怎么样 找到猪脱纱没有啊 看我这样子就知道了 还用问吗 哎呀 怎么办哪 你有找不到 我也找不到 一定被游孽妇打得满地找牙了 爹 娘 我进去把碗洗了 满地找牙是小 这人脱纱是大呀 哎呀 老天爷 你是不是玩我 京城这么大 找头猪脱纱都这么难 你说真是 哎呀 有办法 用块大石头绑在母猪背上 势劲地压着她 把她的腰压弯了不就行了 你真笨 把她腿砍了不是更好 哎呀 那太残忍了 原水救不了近火 用用脑子 亲姐 走走走走走就到了 是 亲家母 亲家母 这么早啊 是是 找到猪脱纱没有啊 这这 不是没有吧 没有就人脱纱了 我师大穿戳马 你怎么会找不到呢 啊 真的 亲姐母 你等等啊 哎呀 好了 亲家找到猪脱纱 我们不用担心了 你先别开心啊 大姐 说不定她身材骗人 啊 你干嘛非要跟他们斗气呢 你想她找不到 我们全家砍头啊 不不不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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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假包换的猪脱纱 哇 怎么这么多纱子 那没这么多纱子 它怎么叫猪脱纱啊 哎呀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 那 拿回去呢 洗干净了之后才下锅啊 用你家啊 我是干那行的 啊 谢谢你们了 亲家 亲家母别客气 亲家母别客气 鱼内副 那 咱们互不相欠了啊 了不起 大姐 啊 赶快回去吧 走吧 哦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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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香果 你可真聪明啊 当然了 又有脑子嘛 要不是我集中生智 怎么会利用猪肉半纱子 冒出猪脱纱给他们 那倒是哦 不过 我有点担心啊 担心什么 哎呀 猪脱纱 亲家母要送给贵妃娘娘吃的嘛 那猪肉半纱子 会不会出问题啊 不怕啊 怕也是他们亲家怕啊 我们过了海就是神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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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姐 麻烦你了 齐了 我会送给贵妃娘娘的 有劳有劳 如果万惠妃吃了猪脱纱之后 真是梦雄有诏的话 你一定会加官尽绝的 哎呀 这个我倒不在乎 稍后呢 我会坐椅中给饮鸡吃 到九个月之后 我就可以当爹了 哎呀 说不定三年爆俩 左右逢源 那就好了 恭喜你啊 恭喜恭喜 到时候一定请你吃东西 红鸡蛋猪脚精 还付出我的饭饭腔 尤大叔 阿弟 咦 这么晚送猪肉 不是 我是来找尤大叔的 找我 是 我想告诉你 你从猪肉摊拿走的那些肉 不是真正的猪脱纱 是爹和娘做的猪拌纱 那什么叫猪拌纱 就是把猪的乳房 跟沙子拌在一起咯 不会吧 是假的 那怎么办啊 对不起 我爹和我娘根本找不到猪脱纱 那 只好用假的来代替 我刚才去上山间找你 但是找不到 那些东西千万别给人家吃 会吃死人的 你早说嘛 怎么现在才说呀 喂 喂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好心告诉他 他还这样对我 猪拌纱子 刚刚送去给娘娘吃了 皇上今天好像特别高兴啊 人风喜事精神爽 尤情家为爱妃准备了猪脱纱 九月之后呢 朕就有太子了 百侯姐 等等 谁呀 差点被你害死了 发生什么事了 参见皇上 参见贵妃娘娘 参见贵妃娘娘 免礼 免礼 谢谢皇上 有请假 是不是把猪脱纱送来了 是 还不快点拿进来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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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恐怕贵妃娘娘今天暂时不能吃这种猪脱纱了 为什么 就是啊 敢问贵妃娘娘 这三天又没吃过暴身赤肚啊 哼 这不是废话吗 本宫每天都要是暴身赤肚的 哎呀 这就糟了 因为猪脱纱呢 乃是致阴致寒之物 而暴身赤肚乃是致刚致阳 不过想猪脱纱发挥最大的功效呢 那恐怕啊 贵妃娘娘 你要先斋戒三日了 这 你怎么不早说呢 让本宫失望不要紧 也让皇上也失望 你该当何罪啊 呃 臣之罪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最重要是有功效 朕多等几天也无所谓 没事啊 谢谢皇上 可是皇上 哎 爱妃 你不要动怒啊 最多朕陪你一起斋戒 百合 马上准备斋菜啊 是 小伙子 快点 石大川 你居然陷害我 有话好好说吗 有什么好说的 他差点害得我 人头落地 阿富你疯了 不要乱来啊 会搞出人命的 是啊 大家都是亲戚 有事好好说吗 谁给你亲戚 石大川 你老老实实回答我 你给我的 是不是真的猪脱纱 是真的 人脱纱是吧 找不到猪脱纱 就随便拿个母猪乳房 加点纱子就冒出真的 喂 他怎么知道的 别说了 你做贼心虚了吧 阿弟呢 他已经把事实 全告诉我了 爹 我也是不想出事吗 你明知道那些猪脱纱 是给贵妃娘娘吃的 怎么可以以假当真呢 这是什么假的 这都是老母猪的乳房啊 你个臭丫子 这么胳膊头往外拐啊你 你们也是的 幸好相公发现得早 不然的话 正就要砍头啊 你又怎么样啊 很简单 当日你夸下海口 说找不到猪脱纱的话 就让我人脱纱 今天 我就想看看你表演 做人干嘛这么认真呢 喂 做人说话要算话 可不是吗 舅舅当初求你的时候 抛掉所有的尊严 连道理都给你做了 现在你也应该还他一个公道了 是啊 这这这这这怎么人人多杀啊 你放心 我们会帮你的嘛 不用啊 那一会儿把你的手和脚都绑起来 一人拉一头 从街头拉到街尾 那不是很刺激了 我也帮忙拉 放心 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哇 那不就是五马分尸 你这搞不搞会闹出人命的 哎 千千母啊 你也得出来说句公道话了啊 哎呀 哎呀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哎呀 父侯啊 哎呀 算了 我不醉 我错了 啊 你这么上风就行了 对不对 我做一次倒立给你看 但是我比较喜欢看人脱纱呀 哎呀 拿了前头就算了 但是我这人最喜欢得理不饶人了 你脱还是不脱 你不脱的话 我找人脱了 嗯 嗯 但是 这个大街之上 一时之定我上来去找啥呢 良香栗子 好吃的栗子 良香栗子 好吃的栗子 哇 哇 这这这 石大川 现在就看你表演了 人脱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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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啊 不会有事的 只要你眼观鼻 鼻观心 心神合一 就能忘记所有的痛苦 真的 你没骗我吧 相信我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古有花木兰代夫从军 竟有陈娇代夫受刑 永年傅 这公道 让我老婆还给你吧 喂 我 老婆 你去吧 我全力付支持你 喂 你说清楚一点啊 这还不清楚啊 那你不要忘了 当日夸下海口的人是你 不是我 你别把我也拉下水啊 虽然是 咱们父亲厂里帮个忙走行吧 那 这个懒摊子呢 是你搞出来的 我不管啊 喂 我陪了你几十年了 我这青春我全给你了 你帮他忙走行吧 我才不去呢 好了好了 难怪人家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石大川 你自己不拖的话 我就找人帮你拖了 我来 让我来人脱沙 啊 啊 哎呀 阿弟呀 你是不是疯了 要不是我说出来 爹就不会这么惨 我不想看见他受刑 那我来顶替他 阿弟 爹以你为荣 哎呀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啊 这种话你还能说得出来 阿弟呀 你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脱过沙之后 你浑身都是香 没有人会要你了 是啊 我怕 我会养你一辈子 你说什么呢 爹 你原谅我爹吧 哎呀 是不是疯了 不要啊 哇 今天的红豆沙真好吃啊 够火候 还很稠的 海棠呢 偶尔还是有家做的 是啊 是我煮着煮着就睡着了 还差点煮糊了 那才会有这种效果的 真是歪打正着啊 哎 阿弟相公 为什么你们不吃啊 是啊 对着甜汤发呆 不合胃口啊 想起猪脱沙 那儿还有胃口呢 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哎 你们俩还气亲家老爷 不肯表演猪脱沙 我爹啊 已经整个屁股 掉进铁虾里了 差点喉嚣屁股 你什么仇都爆了 你们两个别这么心黑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何必赶尽杀绝呢 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嘛 我才没时间 气那个十大川呢 现在我是担心我自己 没有猪脱沙给万贵妃吃 我担心皇上怪罪我们呢 是啊 如果万贵妃再生不出儿子 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怒啊 糟了 大明绝后 皇上一定打开杀戒 那相公跟阿月 不是手当其冲 是啊 皇上最近的确是喜怒无常啊 就像岳母大人说的 半君如半虎啊 好啊 那相公的命 岂不是难保 哎呀相公啊 幸好不关你的事啊 舅舅和阿月有事的话 我们也不安心啊 哎呀相公啊 快想办法啊 快想办法啊 你们不要说的这么恐怖吗 皇上也讲道理的 除了猪脱沙 我们还找了很多药方 这个不行还有别的吗 一定会有办法的 哎呀求神拜佛 希望万贵妃早日怀孕 哎呀求神拜佛 希望他三年抱俩 最好生个双胞胎啊 求神拜佛 希望万贵妃变不住 赶快一生生意乌 一生意乌 哎 敬礼而为 大家借机行事啊 好好好 保美人 早啊 太阳出来了 我都出去好几次了 说走 没吃早饭还是早嘛 送给你的 干嘛这么客气啊 你就快点出皇宫了吧 又要开机场 也许会有用的 来拿着吧 那不需要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它配配衣服 如果手紧呢 你就把它卖了 也值几个钱的 你想得真周到啊 哎呀 干嘛这么客气呢 我们两个这么投气 我当你是好姐妹吗 本来呢是无功不受禄 但是我真的等钱用啊 这样吧 就当你加股 以后赚了钱来就给你分红 实不相瞒 其实我也有事想求你 你想拜我伟司养殖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快一步了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的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 大家都是想帮相公 找一条后路嘛 能哄得皇上开心 就算皇上怪罪下来 还有得救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三位果然是贤妻 你们相公啊真是幸福 好吧 我就亲囊相授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嗯 现在呢我就教你们备口诀 听着啊 听着听着 拿个凳子 来来来来 走下走 等等我等等我 那 小鸡饿 嘴多多 到处拙 四陀螺 喂碎米加蔬菜 天嫩草不会饿 喝清水 别下 喝 若失声 麻烦多 鸡生蛋 咕咕咕咕咕咕咕 叫哥哥 蛋便鸡 笑 呵呵 啊 怎么这么长啊 怎么记啊 鸡饵短一点啊 记得了 鸡那跟人一样有四大纲铃 我知道 是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 是衣食住行 鸡也有穿衣服吗 鸡的鸡毛呢 就是它的衣服咯 如果鸡毛打了结呢 或者是湿了呢 鸡就有人生病了 得了鸡污呢 就死定了 得了其他的病呢 也很麻烦的 那就是要给鸡 洗毛和梳毛了 没错了 那这个就是你去负责 哦 嗯 我知道 医完了就是食 就是喂鸡吃东西啊 这个很简单哦 错了 喂鸡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喂的多呢 鸡就会长得肥 喂的少呢 鸡就会少得瘦 那怎么才是不多不少啊 七个字 保重续带三分鸡 少吃多餐就是秘诀了 就跟我们女人减肥一样 没错了 吃呢就由你负责了 是 刘夫人 是 你就负责住 是不是准备鸡笼啊 除了鸡笼呢 还要黎明记起 打扫庭院 内外整洁 污垢除去 清洁 我很在行啊 不过除了清洁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检查鸡笼 因为鸡笼呢 最能反映鸡的健康情况 不会像月王勾箭一样长份吧 用银针检查就行了 那就不用怕了 至于行呢 也就是根基散布 促进血液循环 好了 三个人分得去给我 是 吃东西啦 喂 吃东西啦 喂 喂 吃啊 不是啊 要你先吃 你吃啊 你 你不要拔开它嘛 来来来来 对对对 放手啊 她就快气绝身亡啦 不是啊 她厌食啊 她不肯吃东西 这样她会瘦死的 哎呀 你们两个真的不行啊 还是舅母比较厉害 谁叫我 舅母啊 这里多了颗痣 什么样 是鸡粪呢 刚才我吃鸡粪的时候呢 崩上去的 哎呀 凯雷要总心测怪也瞎 越人越赞 哦 哇 暖暖的 很新鲜啊 是啊 是啊 如果吃了它一定会很补的 谢谢你啊 哎 但是不是给你们吃的啊 是到你拿回去敷的 测试你们有没有养鸡的才能 敷蛋 是啊 鸡才敷蛋啊 鸡在敷蛋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动 不会动的它就要吃 吃了就会肥 肥了呢 肉就会死 死了就不好吃了 那要敷多久啊 是啊 七七四十九天 啊 这么久 哎呀 糟了 说错了 应该是三七二十一 二十一天就行了 但是我们不会敷蛋呢 不是 还能一一K去吗 又有的人 会不会太晒了呢 哎呀 会不会太热了呢 哎呀 着凉了就更糟糕 啊 这样行不行啊 哎 孵蛋当是看孩子 不知道的被你们吓死 知道的被你们笑死 你相公没事吧 你当然说风凉话了 可不是 有头发 谁愿意做腊力呢 摇啊摇摇到外婆瞧 外婆叫我好宝贝 真闷啊 我们打马掉吧 不行 保美人说过 蛋要跟着人 蛋在人在啊 这很简单呢 把它放在旁边 一边打一边看着不就行了 不行 保美人说过 要保持心情平静啊 可不是吗 万一我糊了牌 哇 心跳加速 血液运行的嘛 小白会受不了的 那也未必是你吃糊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会生气的嘛 一生气也会把它吓到 总之呢 远离马掉 孵蛋最重要 行了 谢谢你们就这样吧 小花呀 你闷不闷啊 我带你去荷花池赏花吧 我先走了 哎呀 对了小白 我可以带你去凉亭 小心一会儿 哎呀 再见了 再见了 小心点哦 你也小心哦 那小钟啊 这次呢 喝粥吃饭 全靠你了 你呢 要快一点长大 还要听话 乖乖的 尤家可全靠你了 娘子 你有了 老天开眼了 是哪个药方这么有效 哪个 快告诉我 我好告诉贵妃娘娘 谁说我有了 你刚才不是捂着肚子说 快点长大吗 哎呀 不是啊 我在跟鸡蛋小钟说话 你疯了还是傻了啊 什么蛋啊 哎呀 我现在在学孵蛋呢 原来皇上最喜欢吃宝敏人 养的土鸡啊 哦 那你想想啊 如果你学会了怎么养鸡呢 就算啊 你的药膳不行 也可以向皇上求情嘛 娘子 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啦 别靠得太近啊 你还生我的去啊 不是 宝美人呢 说要保持心情平静 要不热不冷 不寒不暖 放棄吧 我不眠不休 也陪着你 相公啊 你对我真好啊 常言到夫妻一同心 其力断金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嗯 皇上 嗯 波斯突然来寒 不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哦不是 只不过是一封报喜姓而已 哦 报喜 嗯 波斯王子生了两个太子啊 哇 一下生了两个 真看不出来那个达达妃子 还真会生啊 哦 这两个王子啊 不是皇妃生的 而是妃嫔生的 那只是小妾的儿子 哎 在民间呢 就叫做妾氏 但对一国之君来说呢 就叫做妃嫔 不管是嫡出或者树出 一样可以一统江山 其实 呃 那个小妾也不错啊 哎呀 皇上 饭菜都凉了 先吃饭吧 您最喜欢吃的东坡肉 哎 大明江山 广阔辽远各省各地的名菜 多不胜苦 没道理每天只吃东坡肉 这一道菜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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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啊 啊 皇上那一国之君 怎么每顿都吃东坡肉 这么枯燥呢 你喜欢吃山东烧鸡也行 杭州狮鱼也行 云南火腿也行 国舅 你也赞成 朕要多吃一点其他的菜了 赞成 最好天天辛苦 餐餐都不同 皇上啊 臣妾认为为大明江山着想 皇上应该下诏才选 对了 唉 爱妃你何处此言呢 阿妹妹 我没听错吧 你让皇上选妃 没错 臣妾没用 未能替皇上诞下铃儿 皇上至今膝下游须 臣妾身表遗憾 向来后宫三千都是等闲之士啊 希望财选之后 大明后继有人 那臣妾就无憾了 哎呀 女人向来都是心胸狭窄 难得皇妃你有容忍之量 不愧朕对你宠爱有加 是啊 皇上 我妹妹印象都十大体 她处处为皇上着想 以大局为重 臣妾认为财选之事 应该作严起行 事不宜迟了 爱妃言之有理 何就财选之事 交由你全权负责 为臣尽尊圣旨 哎呀 妹妹啊 皇上今天的心情这么好 你应该留她在这儿过夜嘛 还没去猪脱纱呢 下回再说吧 是是是 等皇上养精蓄锐 一级极重 到时候妹妹 你就可以怀上龙胎 我们兄弟俩 这辈子就不用愁咯 我也这么想 我不这么想啊 我不知道你搞什么东西 你怎么能用 所有皇上残选呢 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所以说你啊 根本不懂察言观色 刚才皇上他说什么 东坡肉啊 大明江山呢 无非是想借题发挥纳窃嘛 那我就只好顺水推舟 装大方咯 对啊 妹妹 聪明啊 你以为贵妃那么容易做啊 既要察言观色 又要忍气吞声 你看我这脖子 就快被灯心害戏了 那起码皇上 他都夸你大方得体 不过妹妹啊 你可别说哥哥没提醒你啊 如果皇上真的看中了个美女啊 就会冷落你喽 如果他真下江南 我才害怕呢 选妃子进宫我怕什么 你负责的嘛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真是 是问天下的角色家里 有哪个能逃出你的手掌心 你还没给钱呢 我没带钱带啊 先设账好吗 设贱免问 不给就抓你去见官 别以为我实体浪得虚名啊 我真的没钱啊 没有啊 是不想当公公啊 是的话我可以陷阱你的 我一时忘了 一时忘了啊 我有啊 我有啊 那 那 那 这阿弟越来越像阿美了 凶恶 泼辣 粗鲁 乱说话 动不动就要打人 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 这怎么嫁得出去啊 三个字 老姑婆 干脆把素贵吃了共振 那儿男人多吗 这进家有件动力园在那儿吧 反正是庆杰又是亲戚 他就帮帮忙打理铺子 就算找不到男人啊 也能够赚点亲戚不扑啊 对 可以考虑 爹 娘 我去喂猪你们看着摊子啊 哦 哎 哎 林公公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请您先收下吧 哎 林公公 您多多关照 这不是小女的画像 走开 哎 林公 替小女美言几句 这像今天是人的 哎哎哎 林公公 只要我女儿能选上王妃 我送您百母粮田 房子时间 来来来 您先收下 要靠他们自己本事的 才选哪 皇上又选妃 是啊 哎呀 阿迪他向我花如月貌啊 想我冰雪聪明才对 哎呀 这次又有机会了 对 林公公 请您帮个忙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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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王妃 哦 多谢公公公 多谢公公 辛苦你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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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不送了 谢谢 早 早 林公公 吃了人家的嘴软 你们肯定有事相求吧 林公公这是快人快语 是啊 我女儿呢 想参加财选 是啊 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皇上财选 只要是大明女子都有机会的 这规矩 你要拿到一张良民证 证明她身价清白才行 哦 没问题 我女儿比水还清啊 比雪还白啊 而且这皇亲国戚呢 我们女儿很清白的 许丽而已 你们要先去户部办理登记手续 办理有关资料 然后再去礼部复合 然后再去礼部确认 然后再去公布盖个章 就可以拿到 哇 这么复杂 啊 是不是要等很久啊 不久 太则半载慢则一年而已 啊 拿到飞瓶都选完了 就是 到时候 就算它会飞也没有用了 是啊 办快证就行了 一天就办妥了 这么快啊 有路子就行了 条条大路通黄 哦 来 来 来 那 小小意思啊 再加一点吧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加点 加点 良民质现在就有了 但是要附上一张 最近三个月的画像才行 哦 没问题 再准备 就好了 这张不合格 上个月才画的 是 这都没胖没瘦 硬的也没变啊 皇宫要求画像的底色 要么是红色 要么是蓝色 这张是白色 所以不符合要求 啊 重新画 重新画 别说我不关照你啊 我们皇宫有的是画师 可以代劳的 有他们画一定合规格 对啊 那麻烦你了 麻烦了 麻烦了 要钱能使鬼推帽吗 又要钱啊 喂 为了女儿 你给啊 这女儿也是你的 你怎么不给啊 这样啊 那 一人一半 给 给 哪哪哪 来 林公公啊 等了你一天了 现在才回来 怎么你们的样子 好像有阴谋似的 我给你买了点东西 来来来 过来看看 那 你看 哇 这些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 哇 什么假的 这些玉器啊 金器啊 这些猪链子啊 全都是真的 你疯了 花这么多钱 小财不出 大财不尽 你们说什么啊 爹也给你买了点东西 是什么 那 这个就是 全城热外的糖底泥 听说呀 用它擦脸二十八天之后 画面花还漂亮 油还有滑呀 那 那 那 还有这个 哇 你们有钱没地方花啊 哎 希望你打扮得漂亮点吗 就是就是啊 这不挺好吗 打扮什么呀 又不去喜宴也不是像亲 哎 就是 爹呢想当 那 我呢就想 这样 哇 完菜动作啊 你们做得很差 我不明白 这么清楚了还不明白 我行 拿这个圈爹的铜 难道你想进猪笼啊 哎 大志大力 你爹想当国账 国账 什么是国账 嗯 就是皇后的爹国账 哈哈 我要当国账夫人 哈哈 哎 哈哈 皇上啊 举行财雪 我们给你报了名了 你要我去山河财雪 我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呢 这么漂亮 为什么不去呢 给自己一点信心嘛 信心我也有 但是我真的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呢 反正你得嫁人呢 那皇上呢 是人中之龙 你要能嫁给她的 光宗尿祖了 你能把荣华富贵 带给我们全家 万贵妃是个短命像 我看她很快就会死了 过不了多久 你呢就是贵妃 然后就是皇后 物仪天下 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去财选的 真的不行了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银子 早把那路给铺好了 是啊 这次不成功 变成人了 就听爹的话 赌这么一把 你们这么喜欢选是吧 你们自己去 你 这怎么行啊 是 古时候呢 有花木兰代父从居 如今 难道要陈教带你选妃 是 不论这么夸张吧 大家静一静 在财选进行之前 我要跟大家说说稍后的程序 你们先后要过两关 第一关就是初选 按照你们的年龄大小 排队走到屏风后面 一个个脱衣服 好 大家不用怕 检验是由宫女负责的 他们会详细地检验 你们的五官四肢 由头发到脚底 看看有没有疤痕 也会检查你们的身段 有没有过胖或是过瘦 然后还要检验你们的声线 凡事有口级 左嗓子和粗嗓子 一律落选 千别欧啊 财选是为了皇上选妃品 而入选者 随时可能成为大明皇后 所以我们的挑选 是非常严格的 当然 首要的条件 就必须是御节兵卿 当然要御节兵卿了 难道嫁了才来选呢 可不是犯了欺君罪 可要砍头的 你站住 上去哪儿 我想去毛房 为了防止有人中途错弊 好选者就算去毛房也得公共陪同 许安 在 跟他去 遵命 你先跟我进来 你们两位稍等 林凤灵 方林十八 来自苏州 平时他喜欢绣花做衣服 又白又嫩 一吹就破 果然是苏州美女 谢谢国舅爷 你这皮肤果然嫩滑柔软 只是好像少了点血色 本宫赐泥和胭脂让你锦上添花啊 还不谢谢万贵妃 谢谢娘娘 谢谢娘娘赏赐 请 这位是显艳芳 方林二十 山西人士 出生书香世家 他最喜欢的就是诗词歌赋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好啊好啊 声音真甜啊 娇声俐俐 温柔婉转 有如初古黄鹰 谢谢国舅爷 这么好听的声音 无论诵诗歌有 都令人心狂神怡 本宫赐你一壶美酒 谢贵妃娘娘 请 这位是余翠华 方林十九 出生云南 她最喜欢的就是弹奏乐曲 西南之地 也有如此貌美的女子 秀发如云 笑起来 她也会很消魂啊 谢国舅爷 云并花颜 果然是天资国色 本宫就赐你一把自弹书 谢贵妃娘娘 请 妹妹 这次财选 这么多美女 皇上真是有福 皇上有福 也就是大名有福喽 师护卫 这么巧啊 是啊 今天宫中进行采选嘛 所以上头说要加强巡逻 我这在巡逻呢 今天啊 真的来了很多美女啊 我也看见了 对了 你知不知道阿弟也来参选了 不过呢 我看她没什么希望 也未必 要选了才知道 这里呢 就是采选宫的后院 是啊是啊 那你看见了吗 那选上就留下 落选了就请回 他们今天都在说这个 你们全部入选 带他们去那边 怎么敌分的也能入选 那高分的一定不得了 是啊 高分的果然漂亮啊 这几个落选 带他们出工 高分的反而不能留下 为什么呢 知乎位 百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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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巴 头上长拉丽 长狮子 烂脸 怎么能选择飞瓶呢 但是拳都是十分的 应该很漂亮才对 可怎么都是这种样子呢 对 本来哥哥呢 都是花容月貌 但是见了万贵妃之后 就变成这样了 哇 你的意思是 贵妃娘娘 做了手脚 噓 噓 噓 看在你的份上 我才告诉你 长得漂亮的呢 就变烂脸 头发好的呢 就长拉丽 适应好的 变哑巴 哇 那阿弟不是很危险 嘿 长得丑 一定安全 只要他遇见冰青 符合条件 那就可以入选了 什么丑啊 阿弟很漂亮的 完了完了 贵妃娘娘 一定会向她下毒手的 玉洁冰青 我不是害到阿弟 哎呀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下一个 下一个是 白无侠 公公 小女子在 公公啊 小女子 一向都守身如玉 而且 还很玉洁冰青呢 你不信啊 你看 我还有手工纱为证呢 嗯 那就简单地替你验 进去吧 是 糟了 进来了又不能走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们发现 照片画葫芦 自制手工纱 拿起衣服一下吧 不会吧 这么难看 自己都受不了 不怕 那个老公眼睛耳朵都不好 应该瞒得过去 不用怕 镇定 镇定啊 什么事啊 怎么办啊 哈 胆子真大 肮脏污秽 还叫白无侠 他呀 用假手工纱来骗我 你真以为 老娘 我瞎了眼啊 公公啊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你 你饶了我妈 我下次不敢了 我是闹去玩的 皇宫之内 是容易浑水摸雨 来人 在 把他油白变红 遵命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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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个妃啊 不要 你们都看见了 一突蒙骗 就等于欺君 欺君可是死罪 要是还有人想浑水摸雨 我劝他最好自情了断 免得祸及家人 喂 喂 你怎么了 咬蛇自尽而已 算他是食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